大家好,我是Mir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物 最近都挺喜歡用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經常要出國的 所以出國的時候需要帶些什麼 會令自己比較方便的呢? 第一,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從2月開始 真正對化妝產生了興趣 然後早前我就有用過MAC的產品 因為我覺得真的挺好用的 然後可能因為MAC都知道我經常要飛來飛去 所以他們早前送了一個travel set給我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良妝產品 現在都想足讓跟大家介紹 其實我現在在臉上也在用的 這個是妝前魚來的 它主要是這個白色的魚醬 但其實看真的一點 它有一點珠光 超級美 塗勻了之後呢 你的皮膚就會有人人的光澤 這個你就可以當是一個BASE這樣用 然後這個就是定妝噴霧 其實它雖然說是定妝噴霧 但其實妝前也可以用的 你妝前這樣噴上臉之後 你化妝也會比較貼 然後現在化完妝吧 遠距離一點點 然後讓它乾 有噴和沒有噴都差很遠的 因為你有時候可能 尤其是夏天 臉會比較出油 如果你有噴的 其實妝感是可以保持久一點的 我自己有支大的家 但是旅行size嘛 小小一點就剛剛好 然後就有這個FACE KIT 超級方便 我覺得它很齊全 因為它裡面是有眼影 Mascara 然後眼線筆 唇線筆 還有唇膏 那我今天這個妝呢 就是全部用了這套的FACE KIT 來化的 因為我覺得旅行就要方便和齊全 那首先這個MAT都有 然後其實 眼影可以用手指來化 因為它這些顏色其實是非常不得 那這一盒裡面全部都是MAT裡面的人氣產品 尤其是這個子彈唇膏 大家應該都會非常知道 所以之前都是風魔全韓國 因為SUZI有用過之後 而且它的眼影也是用了啡色的大地色 所以其實基本上 你無論是什麼膚色都是非常適合用的 那大家可能會問 咦?這樣沒有胭脂 怎麼辦呢? 傻豬 其實可以用這個唇膏來做胭脂的 我是現在用同一個食器 我剛才是故意沒有畫胭脂 然後因為打算給大家看 是這樣 然後你用手這樣 去blend均勻 就是一個非常自然的氣色唷 其實你覺得不夠的 你可以這樣再加深一點 所以其實它雖然是唇膏 但是你不一定要當它是唇膏的功效 你可以當它是胭脂 這樣就可以 畫在這邊 平均一點 那所以呢這一盒 真的方便 然後準備齊全 唇膏是只有一個顏色 但是呢 其實他們用的是 Lipstick的Travel Kit 那你明白嗎? 這三種不同的顏色 那我個人來說呢 我是喜歡一些比較深色一點 那所以 其實我現在的嘴嘴呢 我用了這兩隻了 這個是Pitch Blossom 和這個UTRIC 是一個 淺的玫瑰粉紅 和一個深一點的玫瑰粉紅 我覺得很有氣質 給大家看一下 好美喔 真的很有氣質 然後呢 因為我自己喜歡是 漸層 那我就是中間這樣加 就blend開它 滿意滿意 那所以如果你自己 是想做多些配搭的 你可以用這個 Lipstick的Travel Kit 然後最後 因為你髮型妝 一定要落妝 那所以呢 它非常貼心 準備了這個 是落妝的濕紙巾 一張 比如我剛才畫的眼線 然後 唇線筆 然後是眼影 好 這樣呢 我等它五分鐘 然後我再用這個紙巾 給大家看一下 它抹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好 現在是37分 現在是49分 我現在就用這個 落妝紙去抹抹 看看一下抹不抹 好 好 嘩 嘩 嘩 是大部分都脫了 挺不錯 所以大家又可以省了一個 落妝水 落妝油的位置 只用這個就OK 那這些Travel Kit 可以在哪裡買到呢 就是在香港機場 或者DFS Tea Gallery 裡面都可以買到的 然後下一件要分享的就是一些被設計妮 是給我出國的 首先呢 就是這個 大家掛這個是什麼 蛤? 衣架 你出國的時候 你就不想帶這麼大的衣 但是你有需要要浪衫 或者有時候有些東西是要掛起來的 所以你就很需要用到這些 衣架 我看到這個髮毛手 就覺得太聰明了 它很輕耶 它很輕的 它很輕的 很方便 一定要 因為之前我去歐洲旅行的時候 不夠衣架 然後我就過得很辛苦 如果我早知道有這件事的話 我就應該會長存幾個在我的旅行箱裡 好像兩千塊 這張片啊 有沒有 第二個 就是這個 看不出來是什麼嗎? 看不出來 它就是一個 橡筋 但是呢 其實它是不單止只是橡筋 它這個頭頭呢 有這個圈圈 還有這個也有圈圈的 其實它這裡也有個 這些歐的 其實是被你歐住 那譬如你在歐洲 你去不同的國家 其實需要搭火車 但是 在歐洲搭火車 其實是 都有機會被人偷行你的 這件事的 然後它就可以這樣子鎖著 有時候那個放行李那個位置是 很多時候他們會有一個鎖 可是那個鎖是 不知道為什麼用不了 對可以這樣子把的 它可以拉超遠 平常用的鎖 就鎖在這邊 你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整個卡住 比如說 有時候可能有些人去騎腳踏車也是這樣子吧 超實用 我覺得尤其是你需要去自助旅行的地方 或者是你的行李並不能在你的旁邊 然後那些地方是比較危險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可以這樣子 如果要去歐洲旅行的 這個一定是必備的 下一個 就是這個 藥圓盒 可能已經大家都知道 就是 它其實除了藥圓盒之外 其實你就可以放一些小的 例如你的戒指 耳環 頸鏈 這樣可以分好 這樣就不用 不見東西 或者是一些東西放多 分小一塊 甚至乎可以放藥 所以我覺得是不錯 總之有些什麼小的藥圓 你就可以塞進去 因為之前我呢 我就是用一些小的膠袋 去放我的耳環 因為膠袋始終它不是一個硬的東西 它有機會令到耳環變形 所以我之前有試過是因為 因而這樣 被我的行李窄到變形 但是如果你是用這些膠盒 就不會了 這個我覺得都是很方便 所以我覺得是必備的 然後 剛好這套 它是裡面有三個 我本身所以一定要買這個 我覺得是非常之建議大家買一些 膠的防水的袋子 你擠完的時候 它就是這樣 一塊東西 但是其實它這裡有個 位置可以給你這樣打開 為什麼我會建議大家買防水 就是因為 你去廁所 那些地方其實都是濕的 膠的一定可以防水 所以裡面我會放些什麼呢 譬如 其實不單是一些洗澡用的 譬如有時候是 有些可能重要的文件 或者重要的紙 我又不想手持的時候 然後我會放行李箱 但是其實放行李箱 也有個可能是 如果你的行李箱裡面 是有其他液體 不小心漏出來的時候 其實呢 你的行李箱裡面 有些防水的袋 它會載一些重要的物件 是很重要的 因為之前我就試過 我的護髮油 不小心漏了 然後漏了 然後漏了整個行李箱 都是 衣服沒所謂 可以再洗 但是有時候你的重要的物件 重要的文件 你濕了 或者是電氣的話 你就會壞了 所以我覺得 透明的膠袋 好處就是 你可以很方便看到裡面 塞一些什麼 還有它就是 會防止到 有這些滲漏的情況 下一個就是 其實這個之前都是 在影片裡我介紹過 就是項枕 因為很多人 會用項枕 會用一些 裡面有棉的質地 或者裡面有那些 痘痘的質地 但是 那些是非常之亞位的 我覺得每個人的取向是不同的 但是我自己的取向 就是要方便 和省位 所以我自己呢 就會推薦這一隻扁 當然你說舒適度的話 就一定沒有我那些 棉質那些那麼舒服的了 但是我覺得它作為一個 代替品 也是非常之不錯的 而且你這樣摺起來 它真的完全不亞位 你可以摺到小到這樣 放上你的衣袋 都可以 項枕呢 大家千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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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在機場買 因為 好貴 我這個呢 是買了14元 這個我也是韓國買 韓國Daiso買的 但如果你機場買的話 可能就是要 200元 300元一個 這樣 接下來呢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之有趣的 這個呢 我去完歐洲旅行之後 我才發現其實 原來我的行李箱裡面 可能都需要 但是我覺得短旅行 就不必要 但是如果是長的旅行 你去可能超過一個星期就要 那但是呢 它是有彈性 它有橡巾 而且它的頭尾呢 是有這些 可以吸進玻璃 吸進牆上的這個 有個頭可以給大家看 因為我這個剛剛買的 好讓我示範一下 怎樣用這條繩 就是大家見不見到其實呢 它是可以這樣打開 它不算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 它是其中一個 可以浪衫的方法 因為你這樣做 其實是 可能會用衣服炒的 但是我覺得 你炒可以湯的 但首先你衣服會乾了 然後你第二邊 這樣子 真的很神奇 Amazing 對 然後你這兩邊 然後你這個 可能就這樣 這樣 貼在牆上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 浪衫 這樣 貼塊 很值得帶 我覺得這個 和我剛剛說的 這個衣架 都是一定要必備的 還有一樣東西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可能有很多人都在用 但是其實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真的 我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什麼 你們知道嗎 我給大家看清楚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不知道嗎 等一下 銀杖 將這個東西打開 你會以為是糖果 或是餅乾 銀杖放下來 嚇到 你為什麼這麼嚇到 他要派毛巾啊 他說是一次啦 可是我覺得可以用幾次也OK 就是你這樣子可以 毛巾 你就不用帶那些真的毛巾 代表衛生 那因為你可能旅行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來不及乾 或是怎樣 因為你的毛巾就會一直悶 我們等一下去打床 比如說洗澡的時候 他也會用這種 可是你必須要把它先打開 才能擦身體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打開 你要用水 把它打開 可是如果你用水把它打開 他不是沖完水 問他怎麼試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你要沖完 你直接用一顆 然後就 一邊擦一邊擦 一邊擦大 我剛剛不是有兩個嗎 對 你現在很期待對不對 我很期待 看它長大了對不對 對 可是 它是別的東西 面膜啊 對 這是面膜 你要直接把這一顆 丟進精華液 其實沒有需要很多 而且我剛剛疊在裡面的水 沒有很多 然後它就變成這樣 用Toner來敷臉 有些人會用棉花 可是你也可以用這個 欸好酷喔 怎麼很酷 欸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個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旅行的用品 就是這麼多了 我覺得每一樣 真的都極有他們實用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去旅行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用我剛才介紹過的 所有的產品 或者如果大家有用過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和我分享一下 你們喜歡哪一樣 或者覺得 有多好用 那好吧 如果喜歡我今天分享的話 幫我這樣就知道我 記得Follow我 IG或FACEBOOK的話 就可以知道我最喜歡龍翔 記得按鈴鐺 按鈴鐺 就不妨礙我最新的影片了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待會兒大家收睇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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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